大家好,我是阿雅 孩子们马上要考试了 早餐一定不能马虎 怕早上时间紧张 可以头天晚上做好准备 先把洋葱和香菇切成小丁 锅里包香葱花 把香菇和洋葱炒香 再加上点玉米粒 胡萝卜和青豆 简单翻炒几下 加上提前蒸好的糯米饭 加上点老抽,生抽和盐 调一下味儿 简单搅拌均匀就行了 盛到碗里面给它晾凉 准备点大米,黑芝麻,核桃 还有红枣 清洗干净 我们提前预约个明天早上的 核桃黑芝麻糊 现在气温比较低 这个糯米饭常温放一宿 也没有问题 第二天早上准备几张饺子皮 把边缘擀薄一点 我们加上糯米馅 包成烧麦的形状 这个比包包子简单多了 冷水下锅,蒸上15分钟 我们再做个孩子爱吃的 下热鸡蛋羹 加盐和温水搅拌均匀 把蛋液过滤一下 这样蒸出来的鸡蛋羹会更细腻 水开后下锅和烧麦一起蒸就行了 蒸上10分钟 等5分钟的时候 把保鲜膜揭开 放上虾仁 直接再蒸5分钟就熟了 然后撒上点小香葱 再来点生抽和香油 这样的鸡蛋羹孩子可爱吃了 这个香喷喷的烧麦也可以出锅了 大人吃的话两个就饱了 还有预约好的黑芝麻糊 早上热乎乎的喝一碗 既营养又健康 这个烧麦特别好吃 做法也简单 你也做给家人吃吧